小賈斯汀是隱君子 有圖有真相 好歪好歪 小賈斯汀看起來就愛嗨 PMZ日前公布了幾張小賈在旅館房間裡撲大麻的照片 這位18歲歌手不甘願地在自己推特上留言 向他的歌迷沒啥誠意地道了歉 小賈可能已聽他自己的歌聽到膩了吧 因此他在加州有資格去申請使用醫療用大麻 但小賈的粉絲太Yuki又易受影響 他這樣是個好榜樣的作風嗎 小賈斯汀柔 放進去 但正面點來看 或許high一點 可以讓小賈創造一些較能入合的音樂吧 你觉得小甲是坏榜样吗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